好 回來第二節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嘉賓是袁偉希先生 他是牛津大學政治系的 碩士生 碩士研究生 碩士生 剛才我們上一節就講到 有提到《也識香港人》這本書 裡面提到很多香港人的一些 七十年代出生的新移民的一些文字書寫 去講述他們自己個人的故事 但我們由這些地方可以去再審視 香港一個城市的移民史 不只是屬於某一個年代 而是我們是一種移民的歷史和性格 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什麼 Sam Sir好像有意見 剛才育兒又指有些事情你講 對 但你講了我講不到了 對不起 吸了我們繼續 其實我剛才有個問題想接著Jacky 她說究竟想看看新移民的身份有什麼轉變 其實這個我也是有興趣研究的東西 因為好像如果照這樣想 可能我研究不是很多 但是八十年代對於新移民的想法 和現在對於新移民的想法可能很多 我覺得八十年代 那種對新移民可能是 在一種文化上覺得他們未必能夠融入香港 譬如說你廣東話說得不正 你不懂香港的潮流文化 你無法融入香港 但好像現在我們對新移民的想法就是 你們是好食懶非的 你們不做事 你們是蝗蟲 搶香港人 經濟上對他們有一種偏見 會有一種identification 覺得他們是好食懶非的 就是懶人 已經不是以前那種文化 只是文化上面 我們有些差異 你覺得就算是經濟上的差異 也不會這麼明顯地 不會這麼明顯地拿出來說 首先我記得曾經在某一個時期 我們覺得新移民是挺勤快的 挺努力的一個群體 在七八十年代 因為他們剛剛來到的時候 正正在香港工業 仍然是急速發展中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需要這些新移民 來填補工作人口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會 很快就會找到工作 當時香港就是那個故事 就是香港故事 你只要努力 你就找到機會 你就遍地黃金 然後 而這個在流行文化裡面 經常都會見到 就是在 就算是說 譬如取笑新移民的戲裡面 譬如現在撐 或者是諸如此類的一些 即是黨新移民 會提到新移民 作為一個取笑對象的戲裡面 他們最後的新移民 都可能會得到一些機會 去作社會流動 而他們也是在參與香港 整體的經濟發展 但是這件事 似乎在90年開始慢慢退隱 而直到他回歸之後 如果容許我們 用污名化這個自治會的現狀 還有 也有人提到 我們不想起新移民的事情 一定是想起 Samson所說的 浩靖阿菲 但其實香港還有很多其他的 至於戰免上的假設都是新移民 例如政府有一班人 即是優才計劃 他也是接納那些 也不是叫做新移民 又或者你在那些 他法律地位上都是新移民 因為他還沒住過7年 所以有某些公民地位的事情 又或者你在外國 或者現在內地的專裁 又或者是銀行 Banking 例如湯圓和周順 又或者湯圓和周順 尤其是在Banking 或者是律師界的 你如果說廣東話 而且是文化上 和內地有 真是認識內地的文化 你知道什麼叫關係 是有優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移民 剛才說新移民等於暴食奶飛 那些經帶上 是不可以自己更新的 那就真的有這個 但我們在日常語言中 我們就不會說周順是新移民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把那些負面的印象 加進去 你會說他就是周順 或者是一個年輕有為的才晉 但是不會將他 你甚至不會用新移民的三個字 去說 或者只是當我們用這些討論話 我們要指出這個矛盾的時候 你才會不說 你簡直可能 你簡直可能當周順這些是香港人 對 歡迎你 對 周順是香港人 譬如我可以周順是很開心 對 你也會說 譬如說 銀行界那些 可能即使是大陸下來 你可能做了一兩年 我篇文也有寫說 他穿西裝 他可能說廣東話不好 但你不會記事 因為他穿西裝 因為他拿著Blackberry 你便會覺得 他對香港的經濟是有價值的 因為他貢獻了香港 他貢獻了香港作為金融共生 你不會當他是新移民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對新移民的身份 其實是有一種經濟的想像 我們放了下去 即是我們和經濟是扣連了一層 新移民不是一個 只是說這些人是外來的 而是他們是有某一個經濟的 或者政治的階級 或者他們經濟負擔 我想有一個故事 我也想說一下 有一次我去大陸旅行 就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小鎮 但都是旅遊區 在街邊吃飯 吃吃飯 因為我和朋友說廣東話 旁邊有一台人 就猛看著我們 最後我們在某個機會下 就攀殘 因為我自己讀中文大學 他們就說 其實我們都是中文大學的學生 我就表示很高興 然後我就說 你們是哪裏人 因為他們很明顯是普通話 然後我就說 廉孫馬蝶 然後他們很搞笑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是香港人 然後我說一下 我接不到話下去 我以為他們都會說 例如四川 不知哪裏 廣州 上海 就是任何一個大城市 誰知他就告訴我 他是香港人 我真的有口啞了 就是 你為什麼是香港人 對 那我怎麼接口呢 我對於香港人的想像 固然看到我 對於香港人的想像是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 你說普通話的人 怎麼會是香港人呢 就是當你日常的交談裏面 當我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就轉回用廣東話 用廣東話跟我說 但當我們還沒交談之前 他們一直是說普通話 那我直覺上 我很難接受 突然間 原來他是香港人 但我又不是 我不是厭惡那種 我突然間 我封鎖不了 原來他也認是香港人 會不會你覺得 你對於香港人 有某種想像 即是覺得香港人 對呀 香港人回到大陸 當然很吵 不知道怎樣 然後原來廣東話 以為別人聽不懂 會有這個想像 即是香港人 那你說普通話 對 是一本書 不分東西 那個女記者 叫做 怎麼讀的路味 怎麼讀的路味 我真的不用讀 不懂 是 死了得好 不好意思 他是內地人 但有一次的士司機都問他 故事好像是這樣 就是我的士司機說 你從哪裡來 有什麼人 他是香港人 他不走 看廣東話 你就是香港人 可能我們對 identity 想像 一開始以前 也有一點 也是 剛才我想起的 就是 例如香港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不同的國籍 或是你填寫風表 你是什麼國籍的時候 會不會加拿大人看著你 你自己是加拿大 你為什麼是香港人 你自己是加拿大人 也有 我試過入境加拿大的時候 也有被人質疑過 你是加拿大人 是的 我是加拿大人就OK 加拿大很多人 你的樣子像加拿大人 我覺得 就是怎樣 我也被人質疑 是的 我們剛才也說 新移民這個概念 和經濟上是有些 可能是掛勾 節目開始之前 Dariel也有談過 為什麼和經濟有掛勾呢 或者和全球化 有什麼關聯 可以說 如果說到全球化 我們會發覺 全球化有一個特徵 有些人會說 這個勞動是很高的 變成一個開抗的世界 我們會在一個地球村 其中一個意思是 time space compression 即是 我們資訊又很快流通到 我們很快可以跟美國的人通電話 或者聯絡 或者他飛過來很容易 不單止通訊 或者這些流動 甚至他可以過來做事 他可以過來生活 我們會說 我們現在好像一條村 他隨時可以搬過來住 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生活是 甚至我們可以說 他的生活 他自己都感覺到 沒有睡覺 因為他可能上班之前 就是要去Starbucks買一杯咖啡 然後回到辦公室 就見到一堆外傢伙 然後做的就是一些 financing的工作 然後下班 他就跟別人去喝東西 喝完之後 就回家睡覺 然後再出來搏 這些可能是全球一個共有的經驗 所以令到我們覺得 全世界已經看了 但當我們想回 尤其是我們說 香港這些新移民的經驗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謊言 如果我們全球化真的變得這麼流動 那個border 就是邊界真的被解除了 那照計 沒有人需要再覺得自己是 新移民或者舊移民的差異 但回到最後 他會說 近年在香港 我們看到的不是 對於新移民的更多的擁號 反而是更多的邊界的限制 譬如我們都知道 現在新來港的婦女的代言 或者是 如果是單親是香港人 然後太太不是想在香港生子裡 要有一個quota 搞得很大小 對 這些都是很多設限的 然後如果我們再細心看看 其實所謂的限制是什麼呢 就是對於經濟的弱勢者 或者對於現在的經濟發展 參與的能力比較低的人 他們的流動性就相對降低 甚至乎是會越來越難去流動 即我們會將他們困在某些地方 不讓他們用 是 譬如是這樣的 所以新移民這件事 在近年香港的討論裡面 如果我們放回經濟發展 也可以說 其實是 剛才我們上一次也提到 我們曾經在某一個年代 是歡迎新移民 尤其是在70年代之前 因為當時香港有 不夠人 開始變成一個工業城市 是需要大量的人口 而這個時候 新移民是有好處的 對於我們的經濟上 而其實坦白說 我會說 那個年代 我們是最接近現在的 globalization的流動 是 是很搞笑的 你想清楚 當時我們完全不介意 它是怎樣 我們會取笑它 但是我們不會在經濟 或者社會上歧視它太多的東西 只要它肯做 我們直接給它肯供它 我們也願意讓它融入這個社會 而當時其實 倒過來 如果做一些neoliberalism的研究 他們會說 當時的中國 或者當時的亞洲四小龍 其實就是開始了第一波的neoliberalism 第一波的新自由主義 就是那個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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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的流動 和資金的流動 是最徹底的 是 所以當時 譬如香港 我們看到的就是 因為現在說到什麼 世界工廠 說得很厲害 其實當時香港已經是 亞洲四小龍 就是負起那個角色 現在我們只是把那個模特兒 搬回大陸 原來更加徹底的實行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可能已經搭了第一班 Globalization的便車 但是到現在 Globalization 在香港有另一種意志 就是我們要歡迎另外一種人才 那些人才是金融的人才 所以 Globalization在這個時候 它的虛偽顯得出來 就是它歡迎的是對它有用的東西 它才歡迎 在以前我們歡迎勞動力 低技術勞工 我們就歡迎他 就是當時如果你說你是優財 我們 也未必有這麼重要的東西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需要很多 專業的人才 放他們來 就是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香港在 較早的時候 已經體會到 Globalization 可以自由流動 那個意思 就是 現在我們只是看到 它的虛例 簡單明顯 就是剛才的說法 The world is flat Only for certain people 是的 就好像剛才的說法 就好像有Due Economy 一方面你就有一些很高增值 金融業 你歡迎一些國際上的人才 或者一些高學歷的內地人來香港 但是同時間 一班低技術的內地人來香港 就是做了一些香港的低下階層的工作 我們是給他們來的 但是我們同事也在逼他們 就是我們 我們剩下一些 我們剩下洗碗洗地清潔的工作 對 而且是不夠 他們要拿中環 然後又罵他們 然後又罵他們 他們一方面是有貢獻的 因為現在有個論述 就是他們沒有貢獻的 但是很多實證的研究 都是說 其實新移民是有貢獻的 就是他們在香港是有工作 有交稅的 有些是 很多都有交稅 還有很多人就說 新移民就是 香港是拿中環 大部分新移民都是拿中環 其實這個不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 數據 據來講 其實新移民拿中環 就是比香港人 那個percentage 是高一點 香港人 應該是有8個percent 應該是6個percent的香港 就是本地的local resident 拿新移民 但是如果你看回新移民 就是拿中環 如果你看回新移民 是大約8個percent 就是多2個percent 其實不是差很遠的 所以這個說法是完全不可以成立的 不過我在想 這個也是隨便想上去 我覺得這種有貢獻 你才可以是 才可以做一個香港人 或者做一個地方的人 這種想法 都是有一些 就是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容易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看法 就是是不是都是 真的把一個人去還原 或者release到一個 完全是經濟學的 經濟人的信 而你 就是我不知道 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 只是說你 那個contribution 其他東西 你一定要 其實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的立場 就是我們 當然你可以說 我一行計錯的數 如果我們說新移民沒有貢獻 那你計錯數 新移民其實很貢獻 是的 但是那個背景 就是那個思路 其實我們沒有分別 我們的思路就是 我們的標準是一樣 就是我們看究竟他作為一個人 其實他是一個人力的資源 他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有多有用 他不會愈有用 我們愈歡迎他 但是坦白說 如果真的有些新移民 他們是沒有什麼用的 我們就要趕走他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立場 是的 我自己覺得 說說有貢獻 其實沒有問題 這個說法 因為如果你說 香港人應該對香港社會都有貢獻 這個說法沒有問題 因為有貢獻本身是一個很neutral 不是說有某種貢獻 但是問題是 當如果這個貢獻是 擺了某種意義在那裡 譬如說只是經濟上的貢獻 不單是經濟上 現在是說經濟上 是某一類經濟上 高增值的經濟上的貢獻 這個就有問題 因為變成一種壓迫 因為如果他下來香港 不是做一些很高增值的工作的話 那你就 就像Danny所說 你是不需要他 你可以趕走他 你可以隨時趕走他 那這個就有問題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多香港人其實都是 在這個意義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是不是要趕走這些香港人呢 事實上 我們都聽到這些聲音 對 譬如某些大學教授都說 你們這些找不到工作就走 其實香港樓價貴 都表示 給不給樓價貴的人 其實可以考慮離開 譬如這些聲音 我們都沒有所問 有時覺得 當我們討到新移民這個現象的時候 就不只是關於新移民 因為這件事是關乎到我們香港人 究竟我們自己 為來香港人是怎樣去看大家的 是 即不是用那種ethnic的identity去看 已經是用一種經濟人的想法去看 是 還有我們 也挺有趣 因為我們整個討論都在說 新移民 我已經馬上說 你要有經濟貢獻才可以在香港 做一個分析的香港人 就是這種 所以 反映出我們香港人的新移民 很重的經濟下一個角度看 但是這種角度 也同時影響到他們的政治上 即 political rights 那些都是 完全沒有 如果你是新移民的時候 你就 嘩 你又被人 好像又被人剝削 等下 如果你的兒子 你的老公是香港人 你自己是人內地人 如果你的兒子又沒得生 或者 如果你想做香港人 你的兒子想做香港人 有口茶 這些都是 不單是經濟貢獻的 譬如最新是派錢的問題 派律師 構成一個很大的社會思念 但如果你想 我經常都覺得這個很荒謬 就是派錢 我們政府的公共行政 不是應該把錢融在最有需要的人空間 是 即是 這個整個點 是 你收到稅 如果你這麼想 錢留在有錢人那裡 你不要收稅 你應該退稅 但如果你派錢 又說是輸解民困 如果你說得出輸解民困 這四個字 錢不應該去最困逼的人 而最困逼的人 事實上很多新移民都很困逼 為何會用是否新移民 這件事去決定你派錢 作為一個 criteria 這就是很奇怪的 很荒謬的一個立想法 還有關愛基金的錢 即是新移民就是關愛基金派 香港人就是香港的股票派 關愛基金的錢又繼續離合 就是香港政府 但他們儲存了 有些有錢人很倔、屬罪 很奇怪 就變成關愛新移民 就是這個關愛 這已經顯示了一件事 因為從來我們交稅 或者我們收到 就是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務 是我們的civic right 就是我們公民的權利 但當我們說 這個派適的時候 不派給新移民 而有關愛基金派 而且名字還叫關愛 就是我們好像這個extra care 就是我們原本可以不理你 但我現在都給你 看看我們是多好人呢 意味變成我們這個比我們走多一步 我們比基本的civic right 做多了 所以你才有錢的 但這就構成了很大的問題 究竟我們怎樣理解我們城市的財富分配 或者什麼是civic right 究竟什麼是deserve 得到政府的財富再分配的結果 這些構成很多問題 可能針對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知道大家可能意猶未盡 希望趁這個暑假 我們再有機會請到牛津妮的 在香港 和我們繼續分享有關各方面的看法 今天很感謝登臣先生 好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